今天跟大家談 做一個這個好喪失的條件 那大家曉得這個密教 非常的深廣 做一個金剛喪失 他必須要有很多很優秀的這個條件 那麼在這裡呢 我只提了三項的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當然不包括所有 但是是基本上必須要的 每一個好的這個金剛喪失 必須要具備的這三樣的 可以講這三樣就是一個金剛喪失的這個基礎 那首先呢就是要搏 搏 你做一個喪失啊 一定要搏 要廣搏 也等於是勃諧的意思 勃諧 因為一個金剛喪失啊 你必須要教導很多的弟子 你要用哪一種材料去教導他 而不是只有教一樣的 所以金剛喪失一定是要很博學的 像這一次我到這個 印度跟尼泊 去看他們 那些喇嘛針 在折磅死 在很多的事裡面呢 他們都做給 這個盧師尊看 就是做辯經 辯論經典 一個是做的 一個是讚的 讚的是問 做的是回答 他們這個在邪經啊 喇嘛針邪經啊 先從顯教的開始 不一定一開始就修密法的 沒有的 修密法要到上密宴下密宴 才學習密教 在一般的事裡面邪經呢 只是寫顯教的基点 那他們呢 用辯經的方法 來強制博學 他們先寫五部大論 就是入宗論 現觀莊嚴論 還有其他的五部論 一定要背起來的 因為辯經啊 就是一定要讓你記住 一定要強記 一個問啊 他們問啊 就是把一個指示 一問 那做的人馬上就要答 答錯也不行 所以那個叫做變經 哇 他們一變經起來啊 這場面很大的 哇 幾百個 幾千個啊 在那邊一問一答一問 聲音很大的 有一段時間啊 達賴喇嘛 那我聽說達賴喇嘛 要把這個變經匯除掉 但是到現在還是在變經 便沒有匯除 為什麼呢 因為變到最後啊 兩個人打架 哈哈哈哈 變輸了啊 這個佛啊 上來 站起來啊 就兩個人 這個丘著就打 哇 大家 變經啊 變到最後 變成打經 哈哈哈哈哈哈 哇 一個講說他是對的 一個講說他是錯的 甚至於這個變的 這個佛氣都很大 這也是難免的事情啊 難免的事情 難免的事情 像我到這個 啊 在達賴喇嘛 跟達賴喇嘛見面 他所問的問題啊 都是最高 而且最深的問題 問十輪金剛大法 十輪金剛大法 是達賴喇嘛本身的 他經常傳十輪金剛大法會啊 啊 十輪金剛大法是他本身 所有的 今天盧思尊假如沒有 這個研讀啊 十輪金剛本系 那我去到那裡 他問我十輪金剛大法 那我就完了 我五金剛大法我都讀的 十輪金剛大法 密集金剛大法 喜金剛大法 聖勒金剛大法 聖勒金剛大法 大威德金剛大法 都是密系 五部金剛密系 還好我都是參宴的 所以他問起十輪金剛大法 的時候 他能夠 問 我就能夠答 這個就是在一個 博字上 博 那四派啊 紅黃白花 四教的大法 大圓滿 大所印 大圓聖惠 大威德 還好我都是參學的 而且深入其中 所以當問到大圓滿的時候啊 他的兩個修持法 問到四種境界的時候啊 我都能夠圓滿 這個都是最高最深的 問到這個龍宿的十二門論 中論 提博的百論 都還能夠去圓滿 這個你沒有寫的話 你怎麼講呢 那麼他也問你啊 你大所印啊 好 你講大所印 你大所印是跟誰寫的 我答了兩個字 他就點頭 我說溫慈 溫慈是誰啊 告訴你溫慈是一個Dotter 是一個美國人 他去學了大所印以後 回到 回到美國 他本身啊 他就是做了 把大所印寫出來 我們這邊 在中國有人把這個溫慈 達特溫慈的本身的東西 翻 翻出來 翻出來以後呢 我再得到大所印的傳承 然後再看著他溫慈博士 本身所做的大所印 去學習 去參考 這個都必須要你要博啊 一個字就是博 你不博的話 你這個金剛上司不博的話 一出去 人家問你問題 你馬上就 哇小風啊 漏氣 就漏氣了 今天你對佛學啊 你不明白啊 你不 不了解 佛陀的一切的 原始的不派 你不懂 顯密兩教的經典 經歷論 所有的密系 你不明白 你今天做一個金剛上司 就是羞恥 一個金剛上司啊 顯教的基礎 至少要八年 十二年 密教基礎至少要八年 總共加起來二十年 我每天到現在都還在驗經啊 研究經典 深入經濟 沒有一天空會過的 沒有一天不讀經的 經歷論啊 通通要讀 什麼書都要看 啊 這個 講起來 博之一字 非常的重要 金剛上司的第一個條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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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